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是说的事情 也没人再敢逼他 是 老大 游戏 是我 是你 我回来了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唯一 你告诉我 我来解决 他妈谁呀 看不见我咱们游戏约会 来了你 好公开 还是走吧 我说我这不能做的就行 回去好好当兵吧 你想说我求你 原来是个臭当兵哪 你一个穷兵蛋子还敢回事五年游戏 实际上 我太子 我太子 游戏 我知道这五年你收听了一句 我问你怎么想多一句 没说过我们生的游戏 我现在回来了 家庭 你穷兵蛋子 你他妈是穷疯了吧 拿一个破木牌就想请我们游戏 你想吃软饭当上门女婿 我没有你这样的话 走出马开 反他这我听话 走听我苏一伙 苏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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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要是敢跟他走的话 你们苏家定同你了 甚至 你 要不我 去看个礼拜 我就跟他说 他爸爸在很远的地方当兵 要完成很重要的任务场 那我去接礼拜过来 嗯 好 快去 那是我爸爸吗 对呀 他就是我们零二的爸爸 零二 老实说外面坏人很多 你怎么证明你是我爸爸 可是 他真的是我们零二的爸爸啊 但他没有穿军装 也没有电视里的叔叔帅 要不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答对了我就相信你是我爸爸 好 那你问吧 我喜欢什么颜色 绿色 我喜欢吃什么蛋糕 我喜欢吃什么蛋糕 你 兄弟啊 现在都让公司回去 这么 什么 什么 你明明知道我跟妈已经给他订 好了婚事 他 他竟然敢自作主张跟那个球鬼在一起 王上 你可别着急 我现在就给这个电影让打电话 我就不信 他真敢怀我这天 苏又西 你还有点把这个穷鬼带到奶奶面前 大龙 大龙 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 肖仙默就是你二手 苏又西这辈子 绝对不会嫁给任何别的奶奶 苏又西 老子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让这个成鬼都无力刻骨 否则的话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不客气 你小子好吗 我的手机里面 可是有肯定 如果苏又西敢和别的男人扯上任何一钉子 我就把小事别发到网上 让整个江城的人 让面多 黄文宇 你未免太不要脸了 从未曾经耽误见过面 你竟然找人伪造这种恶心的视频 空口无凭不是吗 你就锁着这条心吧 上岁 不用下三滥手的人 绝对不能成为我女儿的爸爸 哦 对 说到你女儿 我更能保护 苏又西 我明确地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晚上不上网不准 明天一晚 你女儿的评学老师家 都会看到这个事 到时候不光是 运营的女儿都会是笑容 抬起头的 我看你 我给你十年三十次 难道说你过数年 我知道我的事实 还差一点 我爱你 你感觉又是一样的 我骂了他 谁杀了谁 你 王叔 你没事吧 我搞阿苏有心 你找的是多少男人 竟然敢动手大 上 你们所有人 我都会 别伤了你 我自己的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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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 胡又西 你不过我们四季家的恶火 非要嫁给这个存贵 那么 我就把你家的房子收回来 叫你给一家人 废的 瞧出去 你家这个不孝女 好好 就算了 还跟肖天梦这个虫鬼搞在一块了 就在刚才 这个虫鬼还打了我们手 在哪 佑西 先带铃儿去吃饭吧 天搭下来 有我给你铃儿的 喂 妈 说佑西 你可赔钱货 锁国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全都是你害的 妈 你问他怎么了 打人打电话过来 要和我们一家断绝关系 赶出苏家 你爸爸起火攻心 心脏密封发了 你还不赶快到乡城医院来看看 佑西 怎么了 我爸他心脏密封发了 咱们得赶紧去乡城医院 让你再过去 好子羊逼卷 送到乡城医院 要快 好子羊逼卷 送到乡城医院 要快 老大 你在北京之时 你不是说方针了吗 我冤枉心脏密封发了 另外 过两天在洗甲打点上 安排苏宇美 付货给了 好 是 到达 温月 我求求你 你救救我们家老头子吧 什么呀 这书拍了什么呀 什么呀 这家医院 是温月的书房开的 你爸现在来的困惹 这来不及转院了 这来不及转院了 谁做了 他让他等转院给你爸爸做手术呀 洪洛宇 是不是你再重新做个 不让医生给我爸做手术 哎 你可别乱说啊 实话告诉我 我叔叔可是心脏学方面的 全无一种 但是现在不是他的上班时间 我凭什么帮你 别人大的事 也得明天做事 陈一月 难道就没有其他医生了吗 不好意思啊 就算有 他们也不敢给你爸这种病危的 优秀 黄文远 现在是人民关天的事 我这件 我陈一月就先放到一边 你瞅你 给院长打个电话吧 救救我爸爸 现在知道求我了 你早干嘛去了 你这个不管不顾的男人不是也来的吗 他这么厉害 你让他帮忙 佑琦 你是不是曙雲夕想害死你爸 你把这个群伙弄到这边干什么啊 你到底是没心还是没脑脑子呀 你怎么会看着那种人 他能摸摸几年 看着多少钱 几000还是几万 小天目 你给给我滚蛋 我和佑琦的爸爸 是绝对不会允许你进我们家门的 你戴冷气是你第一个女婿 今天那个事 是佑琦一收不住 你怎么大型啊 这个一定很好吃 有了 但是看看阿姨的面子是啥 好 谢谢 不过了 天才晚 今天我自己去生活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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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孩子都能打上游啊 我在这儿干什么时间到 年前一直都能打上游 年前一直都能打上游 今天你都是要这么大 你才提起来 要接过 你敢打我 要去做人 谁都能打上游 还没给 还没给你 现在不行了 敢欺负他的人 好 肖天末 你个傻千刀的 很好 措施 给我记住 害死你爸爸 是你 不是保险 而是肖天末 肖天末 你赶紧给我滚 总组要给我滚光圆 好 不过就好人 你们当着 就凭你 你这个废物 有没有 你不可 你这废物 不是 你这废物 没 你这废物 真的 说 你不可 有 都 有 是 还 他 他 看到 你叫我爸跟星星的闹歪了 哪一房过来求我呢 王文远 我求求你 你院长打个电话救救我爸爸了 我爸爸他撑不了多久了 对我说你是答应我答应了 我答应你 你说你要是早点通过 我就没这么多事 我来医院实际远面半年都不到 我我也没有亲自进行脏手术啊 我就是认为有事走不太 att 我就不正时念什么好机会吧 我万一出了人家可咋办呀 你要是再这么磨磨唧唧的 这边老子这不该就 站 这边 老子那怎么样了 马上就要不行了 幸亏忙得远答应帮忙 边见时刻 还得像人家那样的大烧野才行呀 这样的黄哥也 都有这么忙的那样人 小天沫这个废物 不但关不上王 还差点恨死我 游戏 一会儿就死定 还以后来王帅里吗 他呀 可救了你爸的命呀 而且 他还拿到了龙帅婚礼的邀请函 你要是成为王太太 他肯定会带你去的呀 对呀 游戏 我听说 你还仰慕龙帅 就算没有机会嫁给龙帅 那能过去 看上一样 也是你这辈子的佛婚呢 嗯 怎么办 怎么办 我 这 这 就是要求人命了 好少年 什么 害害我呀 我这连叛奖神奇奇都没骂呢 这手术 好不错 好不错 什么不错 小天墨 你这愁鬼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难道是因为我刚才骂了你两句 你要害过林 他敢 别管他 王院长已经在里面给国林做手术了 是啊 文远给他叔叔打电话 虽然 王文远孩子看上去 有点麻烦 但骨子里还是善良的 你这个群鬼 敲锅了 不贵的是妈 和大伯给我们家又西找的女婿啊 哟 还带个狐狸精来 还带个狐狸 你怎么来了 小姐 你相信我 我可以救你吗 你干什么 那个是你爸 他要害你爸 你是谁 你怎么在这给我爸做急救 谁让你来的 这王家是要让我来的 我真不行 我还失去断念 我没做个手术 真是个混蛋 走了 你叫他月种叔叔吗 走了 赶紧走吧 我让你运福 这怎么又西天爹的命 你可别乱来啊 小 我命 闭嘴 什么人 性感 王 王院长 你是哪里来的神经病 竟敢上去动我的病人 不要打着打着尸身 王院长 你终于来了 你快点救救我们家老头子吧 你快点闪开 王院长来了 这 莫名 莫非这就是传宿中的天龙二十四神针 难道你 你就是传宿中的北京传宜龙帅大人 你就是传宿的北京传宇龙帅大人 怎么可能 差不多就是个穷兵蛋了 怎么会是龙帅大人 就是 国共拿了几个破针 还龙帅大人 他也配 就是 王院长 你这做人了吧 也是啊 你这么年轻 怎么会是龙帅大人呢 依我看 是龙帅大人新生的小徒弟吧 哈哈哈哈 闭嘴 别吵 王院长 看看你的好事都干了些什么 王大少说 我 我要是不做这台手术 就 就让我捲扑盖角走人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你赶紧出去 爸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你快吓死我了 可多亏了王院长啊 不是我救的你 是这位小兄弟给你施了针 多谢小先生 救命之恩 院父 不用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院父 我是游戏的帐篷 我叫萧天沫 王院长 您就别推脱了 我知道 是您职责王文元 给您打的电话 然后你又大老远 来了这么一趟 他才不可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反而随便找了一个实习医生 给我的病人做手术 罗奎勒这位小兄弟 及时阻止了他 王文元 你丧尽天良 你居然安排一个没有经验的实习医生 给我爸做手术 谁说没有经验 我刚才跟我叔叔打电话 他在京都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 一时半会回不来 我才让李医生代替的 李医生可是很厉害的心脏学专家 王院长现在就在我面前 你还叫你脸说瞎话 那可能是我婶婶搞错了吗 你无耻 像你这样的人渣 就算是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了 我也绝不会多看你一眼 苏家小贱人 老子之前是不是给你脸了 老子现在直接通知 下月8号是你奶奶定的日子 你要是嫁不到我王家 我让你整个苏家都去喝西北风 下月8号是你奶奶定的日子 你要是嫁不到我王家 我让你整个苏家都去喝西北风 哦 对了 让那个幸宵的滚珠江城 否则就等着给她上坟吧 女婿 刚才是真累到吗 要不我请你去喝两杯 苏国林 你不喜欢她叫女婿 我管她叫女婿 那她和又琪也有了孩子 那我叫她什么 你跟苏又琪不愧是父女俩 你眼睛都瞎到一块去了 你 你 哎 小小圈小兄弟 你的医术这样高超 不如留在我的医院当个领导 平时我也不用你出诊 这样我给你一千万的签约金 没事的时候 你就交了两十多钱 你要是愿意出诊的话 所有的治疗费全都归你 你看怎么样 不好意思 我不学习 什么 一千万你都不要 萧天墨 你不装逼会死啊 就算我装逼 跟你半个千块钱 你 爸 你看她 苏果林 你看看你们女儿挑的什么样的货色啊 大哥 这俗话说的好 不管黑猫白猫 但是老虎的就是好猫 这萧天墨 不但救了果林的妙 而且 还让王院长 但愿重金凭她 做一个问题 这样的七年才俊 那这和江城也没有几个 没想到 都到我们家了 这呀 多亏了 刚才坚持 是吧 你们家呀 跟我等着 当我参加完卢帅的典礼呀 我有的是办法 搞死你 还有你啊 苏有希 还有你 苏有希 你可别忘了 咱们苏家可是有一大半的业务 那和王家都是有关系的 而且现在王家已经拿到了龙帅的邀请 你要是坚决不离开这个废物的话 那咱们搜尾 我看出来了 你们都认准这个废物当女婿是吧 那我就让妈来教训教训你们 喂 妈 老三他们家要翻天呀 苏有希 我现在以苏家家族的身份命令 现在立刻和肖天墨一刀两断 求得王文远的原谅 是奶奶 苏家王文远那个混蛋 差点害死我爸呀 你以为我在跟你商量吗 你要是不嫁进王家 苏家几十年的秘密 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 我不嫁 熬 熬得很呐 既然你不把苏家的死活放在眼里 那就给我滚蛋 从明天开始 家人时尚交给营美负责 奶奶 你 游戏 我们走 没了苏家 我也能让你过来分口去 都是小电话那个废物 也不知道他给又欣 帮了什么你活着 你要是对付 你就对付他 可千万别牵连我跟胡林啊 胡胡林 你这个废物 言自己女儿的管教不好 给你们三天之间 要是胡六七还是那个态度 你们俩别对我活蛋 你俩 你去唱我去玩一下 老板 六七 小学校 给我两天时间 你广告在我们中文献上的生活 滚 你不是牛会死的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一家都被赶出去你才称心啊 小电话 你要真的喜欢我们家又欣 你就滚得越远越好 都在院里也听到了 苏优美和王文元已经拿到文帅的邀请函 你把他们俩都已经得罪完了 你自己的日子都没有了 你怎么陪我们胡家真心献死 当游戏接过我的龙佛 说出我愿意散了自己的事 我就决定给他一生的容量 什么司律家王家 根本入不了我门 还有那可笑的邀请 只要游戏想 我可以让他当大兵的女主权 真怎么可以 你懒得跟你竟有人废话 胡国瓶 一言而言不过 你可别当作公贵 哼 有些 生命运术十二 难道你可不觉得王军党的重金邀请 可见你是一个好不远的人 只愿当了五年兵 可也没有这么赔补费呀 这两个费能让你到龙塞军的女主权 那这毕竟差大业大 你再演员嫁过去 这位子肯定最好吃的 爸 你可别忘了 刚刚来演员 龙龙员可是对你几个杀戏的 算了 今天告知你 你先点一边洗澡去救手 我叫你 李天天说 又欣 老太太逼你离开牧师 你干谢 李森林 我把家里时尚 老和为一样 又成了苏联最专行的公司 这当中 我不知道多少心情 只有我自己听 可是现在 奶奶一句话 就要把他从我手里夺走 他怎么不甘心 可是 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既然你不甘心 那我就让苏联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吃牛啊 就是因为你们老说我追 我才亲戚一把 说去 我现在领儿是洗澡的 你一会儿 把隔壁的小房间收拾喝 现在奶奶没把我们赶走之行 能出一碗是一碗的 喂 颜颜 把家人车上的全部业务 发送到我们 通知各大部门 经理级别以上人员 立刻会议是开会 苏总 会议的主题是 新总裁少人 连个欢迎仪式都没有 我倒要问问 这些人到底干什么吃的 是苏总 苏总 不好了 公司不大根的 你跟他下来了 这总裁办公室都不让敲门 苏总 这些人早就教你们了 苏总 一个很重要的供博厂 打来电话 要求与我们终止合同 那就换一家呗 这年头有钱 还买不到材料吗 苏总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供博厂 他提供给我们的 是罕见的 金鲜材料 用量稀少 全会只有一家生产 家人实际上以前不是只生产衣服 和护肤品吗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罕见的金线才能 你刚来公司可能有所不知 一周前海城一号人物的夫人 看出我们还是参赛的这一套 可以派人下个单 我们按照他要求出了一件一模一样的礼物 就擦这一套 金线公司了 明天就没交货 工人商突然电话 真是要我们的命吗 什么 突然的地带 快 拨通一下金线公司商的电话 我亲自跟他说 您好刘总吗 我是佳仁世上的新人总裁苏颖美 苏友心呢 我确认是苏友心的 家人 你看 苏友心到底哪点比我强 我去偷这个刘总 我官方背景 您说话 客气 你帮你转了 我他们今天就在这种公司 苏总 对方不是说了 有什么事 和钱苏总 证明这个事情还有会员的意义 要不您再 我明白了 苏友心那个贱人 肯定跟人家有一盆 而不甘心被我取代 所以让我懂 想刁难我 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去 苏友心 这个臭婊子 竟然和布货上斗了 故意刁难我是吧 是我找人刁难你的 苏友心没关系 怎么是你 苏友心那个贱人呢 让他给我出来 新美 昨天那两八个 没来人转记性是吧 算你狠 你给我等着 奶奶 苏友心高的金线礼服的供货商 居然来刁难我 我该怎么办呀 先别管那些有的没的 苏友心搞出这些小动物 活飞就是想回公司嘛 你跟他说 我同意他回来上班 他官服原职 一向没副主裁 礼服的事情 他还是主要负责人 奶奶 凭什么让他骑在我的头上呀 有什么时候啊 你还在意这些心情 赶紧让苏希回公司 我也去跟老三说一声 苏希 奶奶让你上班 金线礼服是你接的 你必须负责到底 苏希 肖天默 苏果 让苏希出来 想要苏希重新回到公司 苏波威和苏老太 必须亲自能给苏希到钱 不然的话 不敢保证 在你们参加睡假大典之前 苏希就很笨 小天默 你怎么出去了 刚刚苏希买过 他想让你个电视上班 真的吗 太好了 小天默 这么说的话 他就是奶奶改变主意了 太好了 小天默 你赶紧送你儿去幼儿园 我现在就收拾一下去上班 可我 刚刚你替你拒绝了 什么 小天默 奶奶能让我回去上班 就因为着 他不会赶我们一家出门了 这么好的事 你怎么连问都不 我一声就拒绝了 苏希 你怎么这么单纯 当初你爸心脏没复发 都没能让他们改变主意 还有什么事情 是能让他们套铁 胖部玩家的高知呢 老实话 肯定是苏英美 遇到什么困难 早就让他不去背负 如果真是谁呢 那次真遇到难度了 那我作为前少才 你应该去帮忙吧 那次 如果苏三在这儿出事了 那我也没什么好 要帮忙 也要等他们来请你 趁当你固执就来慧之则去 不是 好了 别可是 最爱老师的 不早 我们再来一项路人 雲昕你出去啊 对了 刚刚奶奶来电话 让你回公司上班了 老奶 谁给你打电话了 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 赶紧去换身正式点的衣服 把人回公司上班了 我已经跟所有人说过了 想要是新闻公司 必须老贾的 跟我们两个亲子一起 小天公 你知道什么东西啊 你差点我们全面的事 老贾的给你打电话 让你新闻公司上班 就说明我们不会被赶出去 你这样做 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好了 会 你 他这个杀线刀子 他真要害死我们家呀 难不成 他真有办法 让妈和大哥他们 亲自接就息 你就别做白日梦了 自打女妈接管的苏家 他的眼里 就只有你大哥的母女俩 别说亲自来咱们家了 他真的没有求婚 你说呢 都是你妈的儿子 你怎么就会被避养 爸 哟 你来 那我就先上去了 我打算 在网上看一下 有没有合适的工作 喂 哇 哇 你怎么 许子 你跟人说打电话 闻嘴上就好了 是啊妈 还老太您亲自过来 又西呢 我听说她病了 我过来看看 快点下楼啊 又西 老太太听说你病了 特意来看你 快点下楼啊 又西怎么没病啊 她这个正在往她的工作 小天鹤 你在这倒什么乱呀 我滚开 小天鹤 你真是真的生病吗 小天鹤 我不让人告诉你 千万别消气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苏家对一次漏气来 没你想到我们去 小天鹤 你敢对奶奶不见啊 苏家 可没人承认你的身份呢 你就开始管起我们 私家的事情来了 小天鹤 你敢说我平常 你别赖了 站着你转车 你又可以都告诉你 说我们家的名字了 你这么早你都过来 听到大话了 而且是 只有右膝主见 曾经 果然是我们的 被冲刀的 这对你们有什么老处 复朝之下 严格的玩意 是没什么好处 但我知道 我会眼看着苏家被火 所以 你是失定我了是吧 老太太 我只是想让您看到 又西的能力 不会有冒犯到您的地方 您多担待 把又西叫过来 我亲口问了她 是她的意思 还是你的主意 奶奶 刚刚公司的供货商 刘总打电话过来说 要把金线材料送到这儿吧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好好 一会儿你拿到了金线 马上去生产部 告诉他们 今天晚上下班之前 把周夫人的碗里头做好 好的奶奶 小天母 你处心积虑地激进我这两个孙人 你到底按着什么心 老太太 你想说了 就算十个时候在碗里头 你不敢 不是 大烟不惨 走 妈 你慢点 孙天母 你真能挑衅老太太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她就害死我们一家呀 老太太在心子上 还给又是叶 难道你跟女的良美主性 还是说这么多年 私生的老婆还没有了吗 你 这苏又熙 我看她是翅膀硬了 竟敢联合一个外人 江文君 妈 咱们让苏又熙回公司上班 那王家那边走 王文远 不会对咱们苏家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吧 王文远要搞也是先搞苏又熙 你跟小天母 暂时动不到我和苏家的感情 等我参加完结甲大典 赶在王家之前 先把这对狗人彻底收拾了 走 我 我敢肯定 这个女 肯定是谁 住人家带着孩子 一个男家后 一个女孩 她最近是个帽子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这么漂亮 我也想试试 可惜了 她老公还在 没办法下手 怎么办法下手 搞不定她老公 就是带孩子的贝 靠她自己卖一样 这晚上多月 给你大小视频 什么价位呀 滚 今天再难得盖了 给老婆出去卖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整个江城 你哪 我才三千 我多问一句 已经很追问她了 三千 那价格有点高了吧 但是我同样的价格 在副所找了两十年多 我早上 我早上差了一点 但是关了灯 包着衣服 只不念谁说声音 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滚出去 好一场精彩的表演 黄文远 你也太无诚了吧 我不行 现在在大家眼中 无诚的是你们 这就是你惹吗 我王文远 下去 还有你 你不是很能打吗 看着这次 你这一只屁 今天下午十六时三十五 一则不雅视频 从我IP地址发出 现已鉴定该视频为AI换链合成 我网上摇订了 没有心理事无关 现已删除所有视频 同时警方根据IP地址发出 已经所拥名叫 王文远的一男人 这怎么可能 小天王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别多想 我只是认识一个 关机特别好的老战友 推一以后 在新闻频道上班 正好负责 查播快剧方面的工作 原来是这样 原来有两个人 是他 他想想着人家梁家妇女 这样是你家里的势力 才能威衰做的 新闻上的报道 我还叫回谁叫我 可吐小风暴 你都给你得太子 下次见 刘叔 刘叔 你这是你轻轻骗的 你不许我还得报吗 快 我告诉他 王队 您故意找到了你了解不上的证据 只望我得一道 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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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队 这次妈妈的花人被抓走了 你拿着爸爸 是全天上最最最最 厉害的爸爸 小冰王 这次 真的谢谢你 我离开这么多年 这次 都给欠你的 现在我回来了 做什么都不应该 刘叔 刘叔 杨美可是你亲姐姐 就算是她犯了天大的错 你也不应该叫人 把她给抓紧了呀 大伯 你在说什么 你什么时候让人把 去英美抓紧了吗 不是你是谁 刚才一亲警察来家里 说是英美参与了伪造视频 毁了你的清运 然后就把人给带走了呀 清运你的意思是 王文远他伪造视频 在网上不灭我的事 去英美他也参与了 我 我怎么扯 也许是王文远 吓唬给英美也说不准的呀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给我离开去警署 天亮姐说 让他们把英美放出来 我 我 苏伯伟 你女儿是吗 之前说到三个女生 现在就有心情 你要再等把这些 是 这个是我让你也许 小天墨 您 谢谢 我们走吧 这就要换人不管了 尤其啊 英美昨天 刚介绍公司 就是我一度的气 所以才一时无度 做了伤害你的事情 你敢给我个面子 你就放英美一马吧 还有王文远 你要是让他坐牢 王家万一动怒 撤走了咱们苏家的业务 别说虔诚了 整个苏瞎的资金链就要断了 你也是 苏家人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啊 奶奶 我 奶奶 我 别犹豫了 我现在就在警署 等你来给 颖美和王文远签两结书 又欣 你做什么事了 喂 妈 哦 好 又欣 你别了解了 你赶紧去找奶奶 赶紧去签调解书 小丁木 要不然 今天这事还是算了 我都听你的 那我现在去签调解书 你在家陪凌了 不用其次去 我打电话就行了 那就是怕了王文远 和苏严明 另外 我听说王家脱关系 拿到了新颜大给王邀请函 取消他们的入场司服 但是不要通知的 是 小丹 解决了 你累了一天了 就不房间休息 我带你来回 这样就行吗 邱师傅 你怎么又要恨行家呀 但是我也不相信 你一个电话 就不让人放人 又欣 这件事 事关重大 你可不可以的 害人经党 你赶紧去找我 俩人签调者书 你俩人可该等着你呢 对对 又欣 你是不是 欣得好一趟吗 妈 让又欣别过来了 警署这边 已经放人了 已经放人了 宁美和王远 都没事了 应该是吧 苏师傅 难道 真的只是一个球鞭蛋子 只有一个电话 就让放人 苏师傅 他不会是什么军官吧 你怎么突然比我还爱换死 他要是有心 至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才我们家住 不这样的 郭儿 未免太惨了吧 那你怎么解释 他一个电话 让了吗 他只有你放出来了 就算他自己不是 难道 他这是什么大人物 这倒是有可能 萧天墨 偶年的穷兵蛋子 有很多战友 说不定其中一个 现在坐上了高位 战友之间 过命的重情 小对方 光光光晃养的人 确实 就是一句话的事 没想到这个萧天墨 还有这么硬的关系 萧天墨 你过来 我问点事 萧天墨 你在江城 是不是认识什么大人物呀 你在庭守的队长 是位前老战友 送上什么大人物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你认识什么大人物 连请简都能不动 你们是请简单 明天同事西甲大宝 那简单 我直接带你们进去 大姐明天就开始了 你到现在 都还没有拿到邀请函 太远能进去 你不吹牛会死啊 我要带你来进去 还是要邀请函吗 谁要是走的 就是找死 这牛在天上飞呀 优秀 明天我会让你成为 大姐上的女主角 你要不要穿在正式里 娘 走 怎么都以为 我在吹牛呢 不过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天一啊 非外公布 明天的大碟 我会向一位姓苏的女 船长 舅舅 是老大 那我安排车 明天一早去接你和嫂子 好 天哪 是哪个大人物 都用龙帅车队 我昨天晚上听说呀 龙帅要在今天的大典上 向一个姓苏的女孩求婚 这个车队 不会就是来接那个女孩的吧 你们竟然和龙帅的未婚妻 住在同一个别墅区 而且更巧的是 那位姑娘也姓苏 银铅 我们让你成为大姐 的女孩 小天沫 这只车 他不知道都是你啊 的吗 就接个人 你喜欢吗 我 小天沫 这是 真的吗 当然 是我 这个车队 可是龙帅来接他未婚妻的 小天沫 这种牛你也敢吹 真是没吹 你不找死啊 真没吹牛 一会儿这个车队 接的如果不是我们家右膝 你看我不孝顶 英美啊 你可太沉得住气了啊 我以前只知道 你收到了龙帅的邀请 可没想到 你竟然是龙帅喜欢的女孩啊 英美啊 你可太沉得住气了 那之前我只知道 你接到了龙帅的邀请了 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龙帅喜欢的女孩 这个龙帅的车队 给你开路啊 那可是给咱们老苏家 长大脸了 哎呀 都跟你说了 我也不是故意吵着 他什么时候看上我的我 我还不知道 常常龙帅 怎么会关注我一个小人呢 英美啊 你呀 就不要太王子菲薄了 咱们老苏家 虽然 但是 咱们英美 那可是争气啊 你呀 肯定是用了 的魅力气 这么一说 我倒想不起来了 上个月我去南京 参加同学军队 当时有一个年轻的军官 看了我好几眼 现在想来 那肯定就是龙帅了 哎 那肯定是龙帅 对你一见钟情 又夕啊 姐姐哪有今天 要好好谢谢你才对 要不是你把肖天墨 这个垃圾剪 我跟龙帅 也不一定走到 今天这一步 哎呀 我说苏国脸 你们家之前不是说 苏又夕 剪了个天大的便 不就是会点医术 一年一千万的签约费 那给龙帅无尽的权势比起来 告诉你 等从龙帅的大殿回来啊 龙帅成为我苏国威的女婿 我就把你们扫地出门 那个 大夫 你闲两年的事 跟我和国人 都没有一点关系啊 都是那个 肖天墨这个家伙 给新工作了 在我心里 我们永远的父亲的人 苏国威 你们父女俩是大脸上去当活动员的 求什么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跟你有关系了 肖天墨 你是不是看我要嫁给龙帅了 心里很嫉妒啊 你说同样都是当兵的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了 都很想去跟你现场 那待会儿我就让我爸 多天赶到龙帅 在你头部里边 别让你们见识见 还是我去婚礼给你开道圈吗 你当服务员的样子 你服务员现在是你多了 做你一个穷兵蛋子 还想去参加大典 笑掉大牙吧你 肖天墨 人女苏英美 马上就是为了摔的 被了分析了 你怎么还敢招惹她呀 好 今天晚上 你再也不去去我们家住了 你以后都在她肚多远 不要怕 苏英美和苏国威 去大典正式当服务员 他有时候我要他们给咱们观察盗子 车队等半天了 咱们出发吧 小明墨 你还雷劲了是吧 那车是给你做的吗 一会儿下来俩壮汉 咱就你解救 你大力 你自己公平人 伤了我们大 我老张说要自己开车去 让大家都睡了吧 哎 我还 我都还没上车呢 喂 我们都还没上车呢 哎呀爸 你看 英美啊 都怪那个肖天墨 耽误了你上车的时间 这就司机 也都是他妈的一根筋 哪敢违抗农帅的命令呢 英美 大不了啊 咱们自己开车去 车队什么都不重要 龙帅对我的心意 我知道就行了 嗯 对 走 不愧是龙帅啊 卸甲大典 档次就是高大胜 我们就是在门口看了热闹 小明墨 您好 这次为您准备的邀请函 给我的 小天墨 这邀请函 是你送来的 不是 有我在的话 你们进去更多小邀请 小天墨 知道 到临头了 还敢 文远 这个邀请函 是你派人送给我们的吗 叔叔阿姨 前两天呢 我让这个小天墨给气糊涂 做了一些冒犯的职务 为了表达我的建议 我特意花重金 从王家人手里买了三成 希望叔叔阿姨可以原谅我 文远啊 你有这么大的诚意 不见你真心悔过 人非圣仙熟能无故 阿姨原谅你了 爸 你赶紧把药权还给他 苏佑 哥也这么有诚意 你什么态度啊 苏英梅马上就要嫁给龙帅了 咱们家要是再不找我靠山 特就要睡大街了 祖叔阿姨 我跟你们保证 只要又西嫁给我 苏英梅结果 王家人 祖叔阿姨 又西 咱们赶快进去吧 这龙帅大人的典礼 任何人不能知道 不过呢 我总共 就搞了三成 这姓肖的 可不在我的计划之际 你管他干什么呀 他呀 就是个吹牛大王 又西 你别打他弄着了 走 咱们进去啊 要去你们去吧 人家陪你了 你就说的什么话呀 人家 小天梅 咱们走 那都行 咱们要是走了 我爸和你妈就麻烦了 王文元者 还得我躲起屁 小天梅 你字典里除了吹牛 还有别的词吗 算了 你一想回家就不回家了 反正今天周末 妈也不要很早起 叔叔阿姨 看样子 有些是不肯原谅 他呀 就是一根筋 你放心啊 文元 等大点一结束 我就把肖天梅 就害人进赶走 让他在边上挑拨离间 人家游戏 早晚会想明败的 远 姓氏的比你太远了 你没必要拿他当情敌 尤其答应他求婚 不过是因为 讨厌老太太 给他包办婚姻 叔叔阿姨 你们还真是一语惊醒 梦中人呢 我能不能取到游戏 陈生长还义年了 好做 好做 这件事啊 呼大我国奴现场了 czono remo 所以 我有点 本ika 我给你 妈妈好像和沈温元起争执了 我就说吧 你妈妈不用麻烦 走吧看看吧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工作人员的失误 为什么让我们来承担 我们可是龙帅的客人 是你们金工土得对不起的存在 是吗 伪造邀请寒哲 死了 说说吧是谁听到的 他们是带我来的 我 不休不哭的 沈温元 你个兔子 你很兔子逮你 来来来 王伯远 我三张娘家 明明是你让人给我他呀 长官 我可以作证 这张假要请函 是王伯远的 跟他们两个没有关系 苏游戏 你为了给你爹妈干事 就能扣到我身上 不让我 我们能来参加大姐这锦商 听我好多家伙 根本不需要邀请 何必多此一句 肖田墨 你瞧不起大姐 就是不尊重容顺 长官 这个人侮辱容顺 你是不是把他抓起来 对不起肖先生 孙小姐 是在下处理不到 要不把腹子蹲完腹子 没事 各位 安排我们进场吧 对 让他们两个也进来 谢谢 我们走 小一点 往那边先 小天墨 你离开 小天墨 你这 信心一蓝 你说的都是真的 等大姐开始 你就知道了 小天墨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骗你管 苏游戏 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吧 龙帅大人要向我求婚 那我就是这大点的女主人 你来我的地方 你说我管不管得着 孙小妹 你到现在还做梦 你们来这儿 确实来当服务员伺候 小天墨 你敢羞辱我 你烧死 等龙帅大人向我求完婚 我立刻让人整死你 所谓 上我了 龙帅大人马上就要向我求婚了 你们等死吧 本次大点乃是上风恩赐 寓意为龙帅功成名就 一锦还乡 龙帅想着借此次的典礼 向他心仪的姑娘求婚 在龙帅上场之前 我仅代表全场的下属 向龙帅夫人 腾上新婚大饼 嫂子您就介绍大家对您和龙帅的祝福吧 就是个礼 也是我们替龙帅以下的聘礼 好我收下 跟您有什么关系 我一边去自所多挺住东西 您也可以站在嫂子旁边 龙帅夫人好 嫂子请收下北京万千将士的心意 吉祥如意豪华别墅十套凤凰鱼飞 顶级跑车二十台 九凤来宜 东郊宅地地一百亩 鸳鸳细水 海上游艇十艘 公奉城墙 皇室珠宝一百件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老师 我是龙帅的手下 我姓杨 您可以叫我小杨 老师 您接下来 陆西 你快收下龙帅的聘礼啊 可是我跟龙帅一面都没有见过 我想不通啊 为什么龙帅天就看上了 我们别的 有点多多 龙帅有种之后面 孟短可能 满怨思 夺消未必 喜欢于 销魂之味 忽肠之 偷得一点 真 跟我去了 又西 小杨这话什么意思 哎呀 别管这么多了 你不是挺喜欢龙帅的吗 正好龙帅也喜欢你 这是天作之河呀 全都拿回去吧 回去啊 老师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结婚应该是两情相悦的 不应该掺杂任何其他的东西 尽管 你们龙帅全亲天下 复合敌国 可是 我也绝不可能嫁打 可是 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也不必再多言 另外 我已经结婚了 我老公就在现场 好的 孟短姐 那您的话 我一定会 赚打给龙帅 那个 我去一趟厕所 你在这里等我 宣告我就是龙帅的环节取消 所有人不得透露我的资本 不然 立决 你们两个不是过来当服务员的吗 还想坐着吃饭 搞此不成 大哥 营美 来 我给你们拍个照片 回头呀 我找人洗出来 挂在亲戚家的墙上 柯源 这茶喝完了 该加水了 来 来当服务员了 不要钻架子 苏友希 你的脑袋这两天是不是没几了吗 龙帅的求婚你都敢拒绝 你想害死我们呀 友希啊 你之前不是一直喜欢龙帅 说他是全天下最有魅力的男人吗 为什么要拒绝他呢 还把话说得那么死 这可是非常制度变疯狂的好机会 还能让咱们苏家一跃成为江城第一大家族 那时候老太太老大妇女俩 以及苏家所有亲戚 谁也敢瞧不起咱们 你再考虑考虑 拒绝又拒绝吧 没有龙帅的事 照样可以把游戏打造成一只金凤 你说什么东西 也敢跟龙帅相提并论 真能吹呀 现在还想起来 为什么我们刚才入场的时候 乐视团员对我们如此逼顾逼惊 原来呀 因为龙帅喜欢我们游戏 你可真不要脸啊 谁敢顺杆往上爬 把所有的什么都占尽了 该给我滚 直到会想明白 答应龙帅求婚的 我们家 容不下你 行了 你们就别吵了 爸妈 私下公司有点事 我得过去一趟 小天沐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回家陪林了 让你滚你都不滚 我也是当过几年兵的男人 真是一点血性都 你要城墙一样厚 你 如果你再敢污辱军队的名 杀了 天沐哥是你吗 小凡 天沐哥真的是你啊 你回来人的事情跟我说一声 我去死 你这事情三个一会我就回去看 好 小凡 这一位是 好 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哥的事 好 我叫李新玉 是小凡的味噌 要不是五年前 你去当兵 失去了联系 恐怕 你俩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就没我什么事了 心里得是相同的 今后不已认识 咱俩还是先你老了 是吧 你别唱 我跟弟弟说 是人类的 我跟弟弟说 是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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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天沐 既然你已经失踪了五年了 你还回来干啥 又不是墨家的轻身骨肉 你就当自己死了 不好吗 你是怕我回来跟你讲小吗 你是这样 你想多了吧 一个穷装兵的 你以为我会怕你 你知道 我是谁吗 不好意思 对你身份不感兴趣 兴趣 只怕是知道了之后 无敌自容吧 说什么有任务在身 我看你啊 就是当了五年兵 没混出什么名堂 嘿 你发被回原籍了吧 怎么着 要不 我给你介绍个工作 肯定比劳务市场强 只要你答应我 离小莫远一点 我保证 你可以取个普通 安稳固日 老大 请请上车 刚才周四伟大的的话 就像吃个便饭 哎 林志明 你 你 将其一号人物 入现什么 不该知道的 第三 小心 有 有 命 老大 你想去哪儿 回末甲 不过在这之前 找个地方 买些老年人爱吃的补品 是人老大 还有王远那个家伙 要不要直接毙了 算了 打一顿就放回座 毕竟只是个平民 只要他不做太过分的事情 我可以找了他 毕竟 我现在是个当爸爸的 手上不像真天人小型 是 好的 谁呀 爸 我是天墨 天墨 真的是你 刚才小韩跟我说 在地下车库碰见你了 我还以为他骗我 为了让我高兴呢 来就来 还拿什么东西 来 赶紧盯 秦宇啊 我们小韩 不太爱做家务 嫁到你们李家以后啊 你一定要有内心 以后 一定要帮妈去做家务 哎呀 嫂子 你瞎操什么心呢 人家李家呀 可是名门望主 人家里又人就好几个呢 小韩过去啊 是当少奶奶的 哪用做什么家务呀 别吓了 少 以后有什么发财的项目 一定别忘了 哎 我们全家可都是提望的啊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叫我叫新玉就行了 其实我们李家 在江城 只是有点小钱而已 也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小姑 大舅 你们啊 就别抬举我了 这哪里是抬举 你们李家就是名门大户吗 你都不知道 你和小韩的事 我这个大舅出门多有面多了 就是啊 多有面多了 妈 回来了 天父 呦 天父回来 你还难得能找着我墨家的门啊 哎 你说你早回来晚回来 她还结婚的时候回来 给新西兰 承他一讲一讲 她想当第三者 给我的都是本事 一个冲当电影 李家动了抽底包 就让他在江城混得下去 但是 我们小韩 可是李少的那天气 而不是五年前 那个蒙龙龙的少女了 不该你知道的 李少 小心 有人要我的命 小杉 你回来了 妈 妈 我们这次回来 有任务才是 就顺着回来 看了一边 看了你们身体 今天刚刚的 我就放心了 大舅 好 你们继续 哎 现在不要 你都 还没回来了 今天怎么得 在家住一起 妈 我这次 回来很很有事 有我们有事 我知道 有任务 但两天后 什么韩打婚的人 一定要抽时间过来 有什么忙 就算没什么 都死 哎呀 我老了 别干了天后的正事 好 那我送天马出去 哎 李少 你看上去 好像很怕车祸呀 他不就是当了战兵吗 也没有提出过 替代啊 立功什么的 难道 他在人家什么生的呢 不应该呀 他没上完学 就去当兵了 也就85吧 能有多厉害啊 我 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呀 希望他能不能小心 把那个伤害招募员 把这个伤害招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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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你能这么想 把我放心了 谢谢 哎 对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 北京有一个什么龙王 被封为 九州第一战神 爸 你是都是从哪里起来的消息 我总没有听说过 什么龙王 还什么九州第一战神 你跟徐吉诚谈吗 是老张在骗他 巧妙 不对啊 他儿子在西北当兵 那最近刚提干了 是 爸 那都是军事的传说 你还当真吗 是 老张在骗 我就说嘛 他那儿子平时游手好闲的 怎么抬着我那几天的提干 还是我儿子厉害啊 现在都为国家执行秘密任务 我早就动凉之财啊 哎 你妹妹马上就结婚了 你当哥哥的 还管他死定了 正好 这次回来吧 赶紧给我相亲去 爸 我最近任务 挺多的 你 行 你任务点 稍晚点再说 我告诉你了 当时还配牛 但他那有姑娘呢 爸 我现在感觉 实际上不清楚啊 哎 哎 他这孩子啊 你是啊 老大 住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 现在直接过去吗 你在哪里 海上云台 江城最好的军事局 走吧 这 老大 小天墨 远远远的你看着像 还真是 你怎么在这 住 什么 你说你住这 小天墨 你真是个牛皮党 你知道这里的地方最便宜要多少钱吗 多少钱 我还真不清楚 够价了吧 我早就打听过了 这里最便宜的那套 真的六千八百万 连我皇家都拿不出来这么多现金 有一个穷当兵的 你却说自己正在这里 简直笑死着人了 老爷 机会是给你 要过不远 不要不远 各位先生 请不要在海上云台做出任何不明行为 是吗 是 您多担待 我问跟您问一下 刚刚那个男人 他住在哪个部署 你打听这儿干什么 哦 我们俩之间是同事 他家庭条件一直很不好 今天跟我说住在这里 我是怕我们那些女同学被他给骗了 你刚看见那男的旁边美女的吗 那名字叫叶英 刚买下海上云台 最贵的山腰别墅 山腰别墅 那女人可真有钱 萧田墨 就算你住在山腰别墅里 还不是用罪言化的 这要是让所有基础 我看他后不回头 谢谢 快走 先走了 哎 年轻人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不要因为某种异化而逃空的身体 你 老爷子 恕我直言 您练的这场拳法有问题 伤第一千四四八百 这和您年轻的目的背道而去 以后还说标在里 你 我爷爷说你纯迷九色会伤的根本 你非但不反思 还挑起别人的毛病了 这套拳法可是组织机密 哪是你这种顽固子地能躲 老大 您累了一天了才回去休息 走吧 这都走了 心虚的是吧 小莫 不得无理 刚才是我有眼无睹 错过了一次高手脸部的机会 爷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不知道 当你言语冒犯的时候 他身边那位女子已经对你动了杀死 在那一瞬间 我仿佛从他的体内看到他的气量 犹如千斤万马 就是十个爷爷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况且这位师外高人还称他为老大 可见这位老大隐藏了他真实的实力 普天之下能有这种实力和地位的人 恐怕只有传说中的那位了 传说中的那位是谁啊 不要多问 老墨 你要记住 今后 我们亲家的人 如果再次遇到他 一定要攻击你家 不要再做任何好犯他的举动 传说中的那位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喂 萧婷 萧婷 我帮帮把你赶出去了 今天我有地方走 就明天再去找你的 出了宾馆 你还能去哪儿啊 其实这些年 我偷偷攒了一笔钱 我买了一个小公寓 要不你把那个宾馆退了 先去那住着 今晚就不去了 不然还得跟着我来回跑 明天我再去找你 那行明天见 妈 我听说 所有西和老三那们搭着回家 现在正收拾东西 准备搬出去的 我们出一个了 得罪了王文远不说 竟然还敢拒绝龙少的求婚 在他想明白之前 对号别回来了 少着苏家被他害死 奶奶 你去哪儿了 大外公穿成这样 还不嫌弃人呢 哎呀奶奶 人家这还不是那个咱们苏家 不够新那个贱 不仅惹毛了王文远 还得罪了龙甩 我要是再不找不靠 咱们苏家就拉不成不远了 走后山 你听说我把陈家大少爷 陈浩飞呢 陈家和毕业往前差 就是毕业相亲的陈浩飞 对对对 您孙女儿现在可是陈浩飞的 然后能远再想中咱们苏家 我怕点颠着 好好好 没有看错人 关键时刻呀 还是你好苦 虽然我们遇见过挫折 也有绝地反击的能力 好孙女儿 朋友的龙帅 照样可以疯到那座狗狼 爸 爸爸你工作忙完美 今天可以陪练阿娃吗 昨天晚上你没回来 练好想你啊 你们这是 爸爸 昨天晚上妈妈一回家 就跟外公外婆吵了一大叫 然后就收拾好行李 今天很早就带林二来这里 然后就说 你们就住这里了 爸爸你会跟我们一起住对吗 你只会找几番家 只要是林二他 林二他扑着要爸爸 你说我一手把你带大 他才回来几天呀 就是跟你说一顿饭 你怎么就记得他呢好了 我看呀 以后林二就不需要妈妈咯 林二 妈妈好吃醋了 那你告诉她 爸爸和妈妈 你最喜欢谁呀 林二喜欢爸爸和喜欢妈妈一样多 我们林二真是个小机灵鬼 那你们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去游乐场吧 林二一直都想去呢 但是她一直说 要等爸爸一起去 是不是呀 看好了 去游乐场是林二最大的心愿了 其实妈妈也有一个心愿 什么心愿 妈妈喜欢香料 等去完游乐场 妈妈去给妈妈买香料吧 爸爸答应你 今天林二的冤枉都可以实现 不用了 小孩子的话 你不用太当真了 你今天好好陪林二就行 是我欠林的 你怎么来了 小朋友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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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城下午有一个大规模的猪包展 你给我去看看 喜欢什么随便挑 到时候咱们结婚的时候带着 肯定笨有面 小天梦 你有什么资格抱林二啊 爸爸一个人总是让妈妈的便宜 林二讨厌他 爸爸 苏游戏老子追你那么差 从来都没有老脸色 这个穷逼才回来 你就恨我的张开双腿迎接 还让林二狗叫爸 你怎么真是见到什么困 你真是见到什么困 黄文远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我爸差点被你害死两回 我不是死 我也绝不会嫁给你这种卑鄙小人 卑鄙 那他呢 他就是你演出的好男人吗 我昨晚亲眼所见 他跟一个性感女人去了山妖别墅 那你的保安说 他就跟一个被包养的小白脸 是 你姐走 他再怎么样 他也是我的事 用不着你管 小西 你 你真的要不及 那个 王远的话 是在恶意重伤我 真神奇 这条由欧洲大使打造的南非之心 竟然和咱们随带 已经序幕中出土的文物 有许多相似之处 说不定是他偷取了咱包子宫的创业 肯定不是 这条项链问世的时候啊 那个文物还没有出去 就先别管这些了 我就问你 喜不喜欢 妈妈挺喜欢 要不他才不会看这么认真呢 是吗 连脸都看出来了 那爸爸就把他买下来 送你了 好不好 太好了 妈妈 你以后不要再顿包 妈妈也被你听话 小朋友 你妈妈看上的这款蓝色的项链 是咱们全场最贵的 要八千万 旁边这一条呢 才要四千万 什么 这么贵 这是咱们全场最贵的项链 爸爸 八千万是几块钱 你八千万 是有利物 但是爸爸也得起 太好了 爸爸是最厉害的 我觉得太贵了 其实 也没那么好看 也要算了 哇 我当是谁 原来是我那个连龙帅都感到这个梦链 怎么 这个穷鬼秀天墨 什么时候发达 竟然也打上南非之心了 追到南非之心代表什么 南非之心代表了 可是这刚不是挺要 你们这两个狗门 嘿 那你爸爸 你给我从六七八十 然后从这里过去 我可以进 小天墨 得长在我身上 我愿意怎么睡就怎么睡 再说 所以我吸这个标点的线 不明不白的怀悦怨 还非要把孩子生下来 这才能生得几年啊 又找上你这么的贵 每名其约给这个孩子找个大法 还不是自己饥渴不耐 真是个丑银 又打我 找死啊 小天墨 你居然敢动手打我 你知道我南非之心是谁吗 打你我 我又管你南非之心 那再有几个游戏 幸不幸发了 天墨 你居然敢动手打我 你居然敢动手打我 陈浩飞的女人 天呐 既然是陈浩飞 被打的竟然是她的女人 看来这小子这回是要倒你了 小天墨 你别疯了 他可是陈家人 从头子不起到 我去 对 天墨 你要是再不来 我就要被这个信箱的去杀了 我只说 何至于此 放心 有我在 没那么欺负的你 你 给我的女人磕头道歉 然后 从这里过 我有一点疯 那我就让你知道 死字怎么写 谁让小先生爬出去聊 这姑娘谁啊 胆子这么大 怕什么 什么就跑 扛死他 这可是今天 大家有提论 他就是亲爱 又不行 哥 我真的不知道 秦小姐 你也来看展啊 这场出包展 本来就是我爷爷为了哄我开心才办 我来我 秦小姐 您是主人 自然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他说我不来 有人要在这儿充当大拿 让我的规律 都在这儿 实在不容易 让一些暗眼的东西 打扰你们俩 要不离开这样 我安排安保人员 谁受谁赴您和您的家人 秦小姐 您 向先生 我 对不住 向先生 我不知道您是 秦家宗贵的客人 我 秦小姐 你刚刚说的爱眼 家伙还在 你不是让向先生爬出去吗 那现在 你就带着你旁边 这个恶心的女人 一起爬出去吧 秦小姐 看来你的话 其实不太管用 为什么 怎么 听不懂吗 那我再说一遍 你们两个 现在 做爬出去 整个江城都知道 我秦莫脾气不好 你们再装傻出愣一会儿 我让你们更难堪 好 还不吃眼神之 亲爱的 我们先出去再听 素有戏 小天沫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大家安心看展吧 爸爸好厉害 让坏人扮小狗 让坏人扮小狗的呀 是这位姐姐 我可不能抢了她的功能 那你啊 谢谢姐姐 小朋友 你应该管我叫阿姨 为什么呀 你真的漂亮 为什么要管你叫阿姨 你管我叫姐姐的话 我就要管你的爸妈妈妈 叫叔叔阿姨 这样我就低了一个位子 小小狗觉得这个亏 我又要叫你姐 梅儿 还是叫阿姨吧 那两条项链我买 小小姐 那你先去忙吧 我们再随便看看 你也不用专门安排人陪同了 非常抱歉 八号柜台要立马撤柜了 我们的海洋之心和一粒红尘 被一位神秘富豪买下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展品 算了 走吧 反正我也买不起 爸爸妈妈请您在买酒吧 梅儿放心 爸爸给你保证 等妈妈生日的时候 妈妈的冤枉就会实现 后天就是妈妈生气了 你不会把牛角过来 咱们不可以抢别人的东西 爸爸有钱 爸爸到时候再买回来 那我带你们去吃饭吧 我们买菜回家自己做吧 中午的时候在饭店 我看梅儿就吃的很少 不要不要 妈妈一消息 平常会到假的 您啊 你为什么不说 妈妈在秩序 打多少单了 妈 我吃冒烟 什么不好吃 我闹不是明镜宴吗 所以平时公司太忙了 我没时间学 就好不容易想学 还总被人嫌弃 梅儿 妈妈做的菜不好吃 但是爸爸做饭好吃 你想不要吃爸爸做的饭 爸爸做的饭好吃 梅儿吃爸爸做的饭 好 我们去买菜 不用帮忙 半小时之内 三菜一汤白上做 小天墨 你到底是谁 我是梅儿的爸爸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不要钱 您知道 我为什么会 是因为今天 秦莫对我的态度 没错 那天 在汪远牢 你一个电话 就控制了新闻频道 你说你有战友 在电视台上班 你信了 后来呢 你又是一个电话 直接让警署 放了苏英美和汪文远 你是你战友 在那当大队长 我又信了 但是今天 堂堂秦家大小姐 也尊称你为萧先生 你如果真的是一个 平平无邪的退伍兵 他怎么会为了你 不惜夺罪 陈浩飞 其实 在今天之前 我只见我其默一次 当时他爷爷在练拳 我指正了一下 他因此 还对我态度非常不友善 或许是我走了之后 请老爷子说了些什么 这才改变了 他对我这意想 至于他今天 为什么会对我出头 这个我也不清楚 我不管你是不是平平无忌 总之你不能伤害林了 否则我就跟你拼命 放心 我是不会耍眼 我会在所有人眼睛冒昏 我也要看爸爸做饭 好 带着林二一块儿看爸爸做饭 爸爸你做的饭太好吃了 所有饭店里的饭都要好吃呢 这个小马 爸爸做的饭 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 爸爸 你可以每天都跟我做饭吗 当然可以 林二和老妈 都是爸爸最重要的人 别说做饭了 只要爸爸能做到的 都可以答应 妈 今天晚上 可以陪妈妈和我一起睡觉吗 林二 爸爸今天晚上 不嘛 不嘛 我就要跟爸爸一起睡 求求你了 妈妈 你跟爸爸 睡觉 爸爸曾经经你的 你 今天晚上 如果没什么别的事的话 就留下来 爸爸 你看妈妈都说了 你就陪我们 天沫 明天就是小韩大婚的日子 你把时间腾出来 到时候 早点过来呀 放心爸爸 我一定到 林二 爸爸真的有事情要忙 恐怕今天 不能跟妈妈睡觉 而且 明天也不能来看 林二 妈妈答应你 爸爸后天就回来 到时候 我再给你睡觉 还给你讲不少了 对 爸爸 爸爸怎么没有时间过 爸爸你也听妈妈一哭 妈妈都哄半天了 一哭该生气了 点到为止啊 老大 老大 您一个项链 老大 刚才您上来之前 我看见 王文远 从你走进的 同一回楼上 我怀疑 他想得扫着 模糊鬼 要不要我出发 胡言云 你去看着 如果他只是跟右手说 你就拉句话一句话 但是如果他们这些 确实是过分的 是 老大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了 家里了 你怎么来了 这么晚了 你来干什么 叶子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早上 我太冲动 说了一些混账 你来做你心事 好 今天咱们这件事 我就当没发生过 你走 和我们互相欠 爸 妈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那儿有我和你妈就够了 对了 小韩他们几个姐妹在楼上 这样 你上看看 他们有没有让你找你来 他们几个姐妹围在一起 上去不太合适吧 你忘了 那天我跟你说的 老张家闺女也在 进去找我由头 好早进 里边除了小韩之外 那个最漂亮的就是 快去吧 小韩 你这个项目好漂亮 多少钱买的 三十多万的 这个是星律送我的 这个系列 还有一个特别浪漫的名字 叫蓝色海洋的传说 看吧 选择李星律 是多么正确的选择 还好没有傻乎乎的 等笑天幕 我听说啊 李少带你去珠宝掌了 难不成就是在那买的 不是 我们去的是淮海路的金圣园 不过你说的展啊 我的一切也去了 而且一眼就相中了他们那的头号展品 一粒红尘 只不过呀太贵了 要四千多万了 连星律啊都吓了一跳 我们呢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这串蓝色海洋的传说咯 我也特别喜欢那个一粒红尘 耀眼夺目 结婚的时候如果能戴上那串项链 一定厌压前方 我呀更喜欢南非之星 低调 但他每一处细节都彰显了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 小安 哥 你来了 小安 哥 你来了 他就是你那个失踪多年的哥哥 包天幕 没错 他就是莫汉爸妈从孤儿院领回来的那个哥哥 也不知道为什么 舅舅当时特别看好他 甚至还承诺啊 在他当兵之前要将小韩妹妹下给他 现在小韩都要结婚了 他又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了 真不知道按了什么喜 小韩 前两天看猪宝展 我给你来了在新闻 算是我这个做哥哥的 做你的结婚礼 猪宝展 该不会是前几天小韩你一眼相助的那个一日平成吧 天呐 天末哥 原来你是那个神秘的富豪啊 小天幕 你个恶心谁呢 看到没有 金圣元的新品 蓝色海洋的传说 三十多万呢 就你手里那个破烂货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真没想到有一天你就变成这个样子 把你的巷帘拿走 我用不着 就算是要装逼啊 你得知道一粒红尘多少钱吧 那可是四千多万呢 那可不是四千 也不是四万 四千多万呢 连里兽都负担不起 更何况他一个穷鬼 一般姑娘挑剔一些 不过我儿子也不差呀 暗地里为国家做了这么多货仙 陪他呀 绰绰有余 爸 我刚接了个电话 有个任务出了问题 我必须去处理一下 这是我给小范 准备在结婚里 刚刚屋里的人太多 我帮你拿出来 你帮我转交吧 好 早点回来 我们是女方的父母 请问 我们坐在什么位置 秦老 您来了 快里面请 我让人给您上茶 有人跟我说 李家这里有喜酒喝 我过来凑个热闹 你们 不会不欢迎吗 哎呀 秦老 您也真是会开玩笑 您能来是我们李家 莫大的荣幸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快快里面请 大嫂 我们到底坐在什么地方 喂 坐在桌吧 怎么着 难道你们还想坐主桌啊 你们莫家现在什么情况 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要不是幸运受你们女儿蛊惑 非要取她进门 就一门莫家 有资格跟我们李家成亲 反正你们的位置 就在门口卫尊 你们要是不乐意啊 可以带着女儿一起滚蛋 你 算了算了 今天是小孩大写的日子 谁怕好有多呢 好吧 你受点委屈倒没什么 我女儿丢人 是啊 都在一个厅 做的都一样 她就别记紧 刚才我观察了一下 坐在前面主桌的 还真逗生意 爸 妈 大嫂 怎么能这样对待 小韩的爸妈呢 星月 不是大嫂说你 你可是未来李家的 继承人之一 这种大场合 孰心孰众 你心里要有个数 一个穷苦春春的丫头 有什么好在意的 想要在李家立足 先给一生儿子再说 我们家那帮穷心家 都怎么能吸你的血呢 干不上妈说什么 就是什么了 行了行了 你别跟我在这闲聊天了 你赶紧去闪边 去照顾客人去吧 前面坐的 都是能帮助李家 做生意的大人物 各位来宾 祝物好 作为男装代表 我觉得我们家 星月非常完美 没有什么可讲的 至于莫涵嘛 我必须要听住几句 李家虽然在整个江城 不是什么顶部 但是跟你莫家 换个意思 那也是天壤之别浪 既然星月 执意要娶你 我们李家也认了 不过 丑话牵涉在前面 你婚后啊 你的主要任务 就是为李家开支散业 相夫教子 不允许工作 不允许独私会友 至于你莫家 那些穷妻妓嘛 尽量远离 别耽误我们家 兄弟的大好陈陈 家子就开这个女的上场 真是光眼看人逼 是我们莫家高攀吗 要不是他李星月 死缠烂的 我们小韩嫁给天末 我更高兴 算了老婆 你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咱们怎么能当场就闹出来吧 这个我丢脸的还是咱家小韩 不是 你这个相巴了 怕不知道什么流声的 我提莫涵哥哥送礼物 有什么错吗 爸 提莫哥的心意我收到了 我现在穿着婚纱不方便 您先帮我收着 等仪式结束了 我再去找您拿 莫涵这是你哥哥那份心意 你总要打开看一看吧 妈 您先拿这东西下去吧 莫涵 你是怎么回事 你哥哥送你这一份礼物 你连看一眼都不愿意吗 要把这份礼物贵重 你这个 李家儿媳妇的脸 小韩 要不你就打开看看吧 反正也浪费不了多长时间 是啊 星月让你打开 那你就打开吧 亲家选这个时候送上来 一定是什么西式珍宝 我都迫不及待了 这是一粒红尘 好像真的是一粒红尘 不可能 我听说一粒红尘 是一位神秘富豪买走的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莫涵的哥哥就是一个臭当兵呢 他怎么可能送了血 这一定是假的 诸位 抬上的那个项链 确实是货真价实的 一粒红尘 哇 天默哥呢 我想当面谢谢他 天默哥 你来了 原来莫涵哭着闹腰等的人是你啊 何云是谁呢 送了一粒红尘就了不起了 还不就是一个木链寺脑的香烟小子 别以为有个爆发头的哥哥为你撑腰 我就能对你另眼相看了 你永远你得了不起 在我这里一文不值 你看看下面 坐在主桌上的吧 都是给我们李嘉来的 随便一个 把个寒毛 弄你那哥哥的妖鼠 除了周总王总也来了 我去那不是秦老 他可是江州的一号人物 李嘉现在实力这么强 秦老投资拜见萧先生 秦老您这是 拜见萧先生 你们 你们这是 天默哥就 我在 小汉 以前我不在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什么 但是现在哥哥回来了 就绝对不会转让他们去 这是我送你的结婚礼物 喜欢 当然喜欢 他哥给你带什么 哥 谢谢你 莫涵 你已经是李嘉的媳妇了 你怎么可以当着幸运的妹 不见别人男人怀脸 你可不用脸的见惑 把我们李嘉的人都丢尽了 谁说我家妹妹已经是你李嘉的媳妇了 如果她现在改变心意 我这个当哥哥的举双手赞成 小汉 不管是结婚 还是其他事情 你都可以自己做出 哥 我不想嫁进他们李家了 好 那哥哥带你回家 小汉 我知道我跟你只是非用关系 但是你有义务在林二面前树立一个好爸爸的形象 私下你追求哪个女人我不管 但是你就不能低调点吧 你让李二看到自己的爸爸和别的女人搂搂抱抱 你觉得他会怎么想啊 什么情况 我和别的女人 很多不敢当了 需要我把视频传给你们 林二 我们走 这女人 我给你吃醋了 洛西 又到咱俩生日了 晚上你有什么安排啊 没有 妹妹啊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这么多年都没有人给你过过一次生日 想想也是怪可怜的 这样吧 姐姐给你转三百块钱 你拿去买个生日蛋糕 晚上回家跟你那个群 一起过去 谢谢你 但是 不用 怎么 难道你还嫌少吗 识相点吧 如果不是你跟我同一天过生日 连着三百块钱都不会有 怎么 看到我每年花费上百万过生日 心里不舒服 唉 不舒服就对了 这个世界很不公平 你做错了事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你这辈子都不配得到 姐妹生日快乐 我在罗日港的沐信餐厅啊 订了一个大包间 现在你的好姐妹都已经到了 现在 求问她呀 亲爱的 你太贴心 安宁 亲爱的妹妹 天见没有 好多人站过新餐厅等着我了 姐姐我呀 没空跟你啰嗦了 你自己买个小蛋糕 有点很含趣吧 谁说佑西什么自己买的 呀 这不是宠鬼萧天沫吗 妹妹啊 这么个垃圾玩意儿 你都捡回家当个宝似的 也太记不合时了吧 佑西 室鬼萧天沫的女儿 真的是我妹子 昨天是她大婚的女子 可是男方很不得体 她一室鬼萧 不信我回来 佑西 我包下了路日港 晚上街上铃儿 我们一起吃吃饭 孝天沫 你可真会吹牛啊 我怎么吹牛 整个江城谁不知道 从来没有人能定下去 要过人 就算是彩礼雄后 首有空天的四大家族 且不宜 可能我就是这个例外 不可能 我在木星餐厅定了包间 宁美的几个好朋友 都已经到好了 你可说 真的有人包到几个裸一天 他们肯定会提前通知我 我包下了路日港 怎么会还有人在木星餐厅 喂 说 要不 怎么换在这边吃 要不 怎么换在这边吃 为什么要换 客人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 你刚刚没 人什么赶走我的客人 你不是提前订好的吗 别问 陪你走 如果你们不急的话 我可以让你们安安定身地吃饭 可是你非要 那我只能按规矩 肖天沫 我可比我妹妹有姿色的多 还没有小孩 我可以给你一次 跟我在一起的机会 真的吗 你愿意嫁给我 愿意 只要你带我去 落日港餐厅吃饭 我明天就跟你去民进局里的事 那结婚的钱你也出 什么 你不是很有钱的吗 对啊 但我不愿意在你身上还钱 想跟我结婚 肖天沫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 因为我让人给查了一下 给肖天沫安排这一切的 是一个叫夜莺的女 这个女人好像也是从部队出来的 这有帮的 靠肖天沫还真是个群部队 差点被他骗了 走 不许可想找到你了 夜莺 我来只是想做你生日快乐 我还在因为你准备的生日礼服 你一定会喜欢的 老黑之心 没错 这么紧理想你怎么能力 轻足万能力 足够代表我对你的一片痴心了 你给你买下它 我把我的公司都已经变卖了 不过 你非常压力 我相信 以我的能力 你过本来过去 你给你帮我公司熟悉 我给你吃这些 不会别的 我只是想你知道 我帮文远 不配能力 可以抚腾到火 男飞之星 你不是在猪包站见过他吗 怎么 这会儿不认识吗 你笑什么 我不相信 但是 你的礼物 能比我的还贵重 贵重都谈不上 但是你说的倒不错 我这个盒子里放的 竟然也是能力 难道 小天猫 有种种的变弹 小天猫 在我印象里 你既然是个充女 他还算影响不及 没想到你居然坑门馆片一样 就是 你是不是当了我们的兵 你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我想说 你手上的南非之息 是十足的假 坤佑琪和林队那么相信 你全省讲过来欺骗 好 什么具体 你怎么就知道 我手有最好的假 我当然知道 就凭你 一个被穷人家领养的故事 能买的是真正的安慰之心 还要你直接送给 你妹妹的一位红尘 并不是这样 你可真心 一骗就是骗两个人 使开给三串 如从那海上银海的那个女人呢 王文玥 你明知昨天视频上那个女人 是天空的妹妹 十足一发给我 是我误会 不行 现在视频 我也是这样的 果然是你干的好事 王文玥要我告诉 我要底标项链送给谁 那时候你的事 至于项链的真假 还真不是你王文玥的说算 当然 如果你非说你那一团是真的 我的是假的 没有其他的反应 噓 咸咸咸咸咸咸 妈妈 爸爸这个不是我一团 那你妈妈 你还厉害什么意思 你一定会下来 王远 这条箱子 请你拿手回 四六线 你这是什么意思 帮我戴上 好 四六线 到底什么意思呢 我怎么跟你话 我看到我跟你想怕了 你愿意相信 至于这条箱子的冰法 还是有问题的 哎 小姐你这是没救 我啊 把故乡的人都敢出去 先生 这里不欢迎你 请 刘夕爷 我只知道你心中偏袒 所以看到你啊 选择了我这条小脸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这条南非之心是真的 朱宝寨那天我跟你说过 我会完整你的心愿 我消停我从不失业 我到了大爷 你来到这条尊重时间 爸爸对我买真好 莲儿 等你老大了 爸爸买 他比妈妈这个更漂亮 好吧 这样 我这样对爸爸也更好 莲儿是把妈妈伤心吗 小丁哦 心里 这一切都失业了 你说的那些话 做的那些事 都是真心的 从未没有骗过我 我从未骗过 这些都是真 小丁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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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回来了 是 张春的姐姐 对啊 回来好几天了 你身边这位是你男朋友啊 你好 我是张春男朋友 你身边这位是 啊 这是我老婆和我女儿 今天我老婆过生日 我们一家人出来敬礼一下 你都结婚一种孩子了 啊 没上大学 所以结婚早了 哇 你身边真漂亮 小家伙也很可爱 刚刚看见你们在 鹿日岗走团 你们在岛中吃饭 木星餐厅还是水星餐厅 我曾经说过金星木星 还有水星餐厅 哇 小丁木 你混得可以啊 现在都能上 木星餐厅吃饭了 我们是在木星餐厅 啊 别聊了 我帮张小姐 让她稍微回家 还有事呢 好吧 对了 你们同学去问一次吗 我要是不忙的话 一定去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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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谁 我对谁 这小的对了 那天ike 鼻 come on 没有叫你鼻 别的眼睛 走 爸爸 你今天不在哪儿了吗 你说好今天要陪妈妈和我一起去吧 Yeah 爸爸刚刚跟妈妈说 他今天这工作已经完成了 所以呢 今天晚上 他会留下来 陪我们明儿一起去家 爸爸 爸爸妈妈说的是真的吗 妈妈说的对 今天晚上 爸爸和灵儿一起睡觉 爸爸东西可以留下来了 我现在就要去睡觉 爸爸 你要给灵儿讲故事 小傻瓜 妈妈呢 要先给你洗香香 才能去睡觉哦 洗香香 妈妈你准备睡 我去找小青 对 好 你可不要多想 我是因为不想让灵儿失望 我才让你留下来 我什么也没有想 那你笑什么 还不是因为险给你答应你啊 对 现在是没得选 我答应他的时候 也没得选 那你这么说 我让你留下来 是在勉强你了 没有没有 一点都不勉强 那你也不要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否则 我立刻就把那个什么龙虎还给你 爸爸 爸爸你也像妈妈一样暴露 老大 我听说 过后来交代 为什么 不好意思 老大 你想去哪 我忘记是什么地方 你在那里 是一座私人度假山庄 离这里 大概40公里 好 就这样 是 老大 小天沫 快进 我先去帮大家说你了 小天沫 回来 小天沫 小天沫来了 小天沫过座 我特地面聊位置 就在我主座 旁边 那个位置太醒过了 还是留位其他熊出秀的男同学吧 有我在 没人敢赚一颗酒的 不用了 我就坐这里 原非这小子 大学刚毕业 自己和我家里的朋友 开一家公司 我转发来一点点小 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忘了 都把自己当中的 我今天好好的一顿下 真的一顿做 不过非他 咱们大小孩 可暂时交给你 一定要喝到 有求必应 我哥 有多喝点酒 小天沫 这些引爆 不干了吧 有人说你去当兵了 有人说你失踪了 比如说你现在 客人在站 我没退伍 只是最近有些私水消除 客人之间还没事 走 跟我说你才是个兵了 夫妻各人 夫妻各人得时 小天沫 你又这么厉害啊 小天沫 他真是一首好拍打的词啦 亏我当初还觉得 你是个白马王子 弄那你开着豪车来接我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显然在这儿 我真是弄死了 好了 小天沫 这么些年了 你是老同学 一会要来一个大人物 我帮你你见一下 你要是能得到他的心来 想管你 你给你听话 什么大人物 还是给你原家的面相话 话什么都乱说 别看我们原家 在江湖岛有地气之力 但是在大爷面前 大夫见仇 这人倒不成功身份 今天都让你原少不不见 从我刚才说的话 你们应该引到听出来 这位大人物 萌扬 我希望联邦跟他 大家都知道风火车 这位也是 长的 风火车 你所谓的 体力 别说我们原家 就原 地方 赫斯 我希望联邦 这个风火车 就哪个越好 部队和地方 向来都有很多事情 特殊物费从海湾 吉 你 风火车 可是 重 王旗 重 王旗 那又是什么 今天差不多了 他应该快到 我要去接你 是不是没了啊 来 别说 来 别说 你这来的也太爱看了 刚才我听见门口有动作 说接你来的 没想到你这么快走 风火车 他是没离风水的人 在他手脾下办事 手脚不滑一点 怎么行啊 行行行 你说的太久 哪一遍 各位 一点风火要停 老老 你个人 你过不了多 我自己把手脚 不死做出难中 还有 林先生不过就比咱了 大约两三岁 没想到有如此高的求救 真定让我们惭愧 哈哈 林先生气度不凡 又生的大军军小时 其实 我等这些防复送给你 没错 我们林先生可是大红展翅的雄鹰 那以后会飞得更高的 各位又在 大家都一样 都是为国办事 只是真功我主码了 肖天墨 你是傻兵吗 可疑气度的人都来了 你还在他做 就是要吃 菠菜就是一大骨兵 哎 作为了这位 鼠头龙他觉得 在你的心口上 没套过呢 原来之前我跟他说了 说你这种 不气过大鸣呢 肖天墨 你怎么还只顾着吃饭 你这眼皮肾肉的 他想不想往上走啊 肖天墨 原创特意为你推荐的林先生 你年末就好点啊 肖天墨 你是哪个队伍的 见着我居然敢不启身 反正你领导的名字 跟我说说 我现在就问问他 平时到底是怎么管教部下的 有自我领导的 是不是我给他吓人 那你倒是说说 你的领导是谁 看看我会不会吓到 你 真的想知道我领导的姿势 不 不 休闲不好 现在不想知道我领导的姿势 不 不 不 你犯了什么罪心里 该知道我也不所说 即刻回居中理想 如果只有意义 更多 别 是 是 小天墨 这是到底什么回事 这林航不是三国 是副官吗 怎么又查了你 我可能有这样子 来 小白 快走 快走 对对对 我想他去 你想他去 大家信心 大家在一起 对吗 那我就先走了 您记得把大学照片 谢谢照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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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墨 我在大学 念的是山岳 现在大中华雨落 做一变习生 下周末 公司会在江城 举办场演唱会 我会以艺人的行事 出道领导 那天对我很重要 小天墨 你快来给我捧场 小天墨 你快来给我捧场 你快来 中午我可能有事情 如果女儿不上学 怎么会在那里 你怎么 你跟有女儿呢 一夜四走 让你开 师父 喂 妈 没事 妈妈 没人说 有 那 我就先走了 哎呀 师父 我真这么想骂 他在上面骂我的妈妈 然后我才吃 老师 我没有妈妈妈的 当然就要推我了 我不要五水高潮 还说没啥 人王同志都得好好的 会自己 没法摔倒吧 还说你妈妈坏话 不是我说的 就你妈妈要这种过子 人把王同志不过实话 实话实字 你还让人闭嘴 哎 就你妈妈呀 看上去 不知道 你要这样说 这个就少了 你谁呀 爸爸 是王鹏飞 先骂妈妈 我就不过推了他 他从一个伤 滑下来踢了我 贝儿 告诉我 他在你哪里了 对 你就是说 我去性感病毒吧 你性感打我学吗 你知道他谁家人吗 我告诉你 你完蛋了 你不怕你敢打我 哭你敢打 我今天还敢杀你 你这个大坏蛋 你敢打我 我要让我爷爷 和我爸爸教训你 小小年纪的工作飞 如果你再有些活 还在口出狂眼 信不信我还找你 我爸爸是汪吕明 我爷爷是王城 他都会替我冒仇的 你也是王的 要不然就告诉你他 明天让他们来幼儿园 给我一个道歉 所得的话 别怪我心很熟了 爸爸我不想你 你跟别人吵架 再帮我回家吧 好 爸爸不吵了 爸爸带铃儿回家 你不能跟哪分从 还让我王家人 向你女儿道歉 王小奶奶 您可乱来了 我抱着你 我也给你家 你还让我孤雅各路 我这小脸啊 都一个小脸 两个山主啊 打了我儿子就想走 没那么容易 怎么着 你想拦我啊 弄下一根手指 然后向我儿子和潘老师认错 我就饶不了你 后座的话 我让你和你偏一归 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我需要你的饶手 你要弄什么 那不成 你还想对我弄手不成 你想弄我一根手指 找死不成 今天如果不是铃儿在这儿 我会把你说过的报告 全部实现在你们身上 这就是欺负我女儿的下识 铃儿 铃儿 妈妈在加班 我们等妈妈下班回家 一起吃饭好不好 嗯 铃儿要等妈妈一起去 好 那爸爸打个电话 问一下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的 喂 老大 不好了 大嫂被绑了 老大 老大 再换我开车 我先去接她 你自己在家看我电视好不好 好 乖 那爸爸会把家里的钥匙摆走 当会不管是谁的能力 都不给开 爸爸妈妈教过我 不会给坏人开门的 乖 那在家等爸爸妈妈回来啊 连我萧天莫的女人都刚好下 真是找死 老大 查到了 在黄河KTV 但是具体包间无法确定 机会的速度 赶过去 是 小李莫 你来这里干什么 你都说过人知道 邹西那个店后有了新关 跑来这里就能先把邓户干什么 许他做就不屈我说了 还没进包间呢 就跟男人搂包在一起 店货是什么 在哪儿 在 服务包间 服务包间的顶楼 是你顶级的包间 他让你说你就说呀 你忘了他之前是什么对我的 你呀 就该告诉我 让他一个包间一个包间的找 等他找到顶楼啊 所有心里的见 说不定早就会给你遇见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那个车尾看了我们 我就跟动鞋似的 下意识地说出来 算了 告诉他也无妨 这里是汤户的地盘 就算他背后有秦家长腰 他也不敢在这里面倒是 他要问他靠山 可是一秦家齐名的白家 这回又好心跳 人呐都不死人吗 他每个打文件的你们都看不住 我想你们有什么用 确实快死了 是你 你还没回到他们 是什么 你叫做我死 哎呀都不长眼了 混蛋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 讨告 讨告你可在 讨告我心里这里贵力贵力 我心想让你把你敞 我给个人忍住了 光是他在服务包间闹事 这比较 也大不算 王少佑 放心 孤了这个门 你俩之间的很远 王冠吃吗 但是敢在我王冠KTV闹事儿 口头 绝对贵账 吃不了 都在闹 老子 敢在我王冠KTV闹事儿的 是头一个 我很佩服你的胆 胆是 我王冠KTV的规矩 骗上他 拉着大家伙的面 留下一只手 我就放你 你让我动手啊 要不然留下了 就不是一只手啊 要不要 哭下 抛着他呀 你给我一只手 找错 哎呀 你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我替你做点 你要砍下他的脑袋 送他手 这 小东西啊 你得说两句话 你就是个人了 你很狂妄了 看来你是敬不失 小失罚酒啊 各位老子为你不客气了 兄弟们 给我上 别 让我让我问你 你是家 你是家 政党 请务必将这份当 送的包子 发生什么事啊 不知道 好像有个男子 在闹事 把门外保护都干倒了 闹事 这可是涛哥的厂大 谁干闹事 吃了熊熊猫都咋 信箱在这儿 有秦老成腰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是啊 大家都知道 除了四大家族 谁要是在涛哥的厂子动手 透死 也会帮你 这回啊 怕是连秦老都保不住他了吧 快看 里边出来是让 怎么会是他们 这怎么可能 萧天墨带着一个女人 砸了四楼楼间的场子 涛哥居然饶了他们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萧天墨 没事 不要怕 是我 小丁木 萧天墨 你来了 谢谢你救了我 好了 不要怕 以后那些人 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不要哭了 你不眼睛该准的 我可没法像你儿童的 刘夕 你跟我 永远不需要说这种 我刚才 打了你一把掌 还疼吗 一点都不疼 而且 这是我该说的 什么我应该说的 我的意思是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 让你差点露露那些谎人手 我该打了 这要怎么能怪你呢 是我自己给你打电话说 我要下班的 谁这么想 好了 不说这些了 我走了 再会休息吧 爸 我黄飞被人气不成这样 你可能替我们副主啊 黄飞只不过是在学校和同学 起了点冲突 那个畜生 既然下他的手 挡了他十个耳光 我看 他一压根 没把我们王家放在眼里 这样的人 绝不能留啊 爸 那个畜生 竟然敢这么丢到我孩子 我杀了他 我要伤动 爸 那小的都欺负到我们王家 头上来了 绝不能善罢甘休 您可知道 这小的什么来头 没什么大来头 不过是苏家气女 苏又夕的片头罢了 要真是有点什么长大的背影 不要苏又夕就破血 叫门 是 王家家主 王成在吗 毕人奉消财莫先生之命 若被王家送上众礼一份 才请务必开门 当面成仗 是这小子 将你给说情的 现在知道了 我王家人的行者 他伤害了 可是我王家的嫡妻 请凭送我们 就想求的原料 撞动 没错 一般的东西 根本入不了我王家的眼 除非这盒子里 装的是什么西式珍宝 这王家人还真是想象一封 老萧天莫道歉 真是异想天开 这便是萧先生 让我偷给你们的重点 请过目 我倒是要看看 是什么西式珍宝 值得你偷不得亲自送来 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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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什么人 是不是人老子 什么 萧天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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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炸了我儿子的 好人 还敢送上门呢 你真是欺人太善了 任兰宝 告辞 爸 小子 皇上这种地步 你找人立刻出架了 说过 先不要冲动 先不要冲动 你们怎么就是不听呢 爸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让我冷静 我刚才问了 这下子有什么背景 你们都说 没有 没有 结果呢 能让郑涛 甘愿跑腿的人 能是普通人 文远被杀 我比你们更痛心 一定要调查他的背景 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你们放心 我就是拼尽全力 动用王家所有的能量 我也会要了这小子的目 喂 小舰长 我在皇冠KTV 莫叔叔让我教你一下 你有空一起玩吗 小天公 你来了 坐我旁边吧 这是我妈姓段 那位呢是我表姐和柔柔 旁边那位 哎 不用介绍 我不认识 你们是同学 对我表妹还一个字的夸语 第一次见面 就让我们等这么久 你可真行啊 同样都是男人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 既然是来相亲的 听说你的条件吧 有没有房呀 是不是学区房呀 有没有车呀 肯定是B字母开头的吧 有房 在海上云台 是不是学区房我不知道 吹也有 不过是单位发的 没花钱 海上云台 一听就是城乡结合的破销区 我男朋友家 也住在华销城的别墅区区 一套下来将近上千万呢 上个月 她爸爸当给她买了一辆200多万的跑车 子宁妹妹就是海费高财是吗 你要是想追求他 房车这些基本条件 你至少得超过我男朋友一点 对 你现在是什么工作 当兵 当兵能挣几个钱啊 还想到我和我们招待几个妹妹 先不说外面追求他那些算是王老五 诉说我男朋友 手下也有好几十号月 就是这些老板正涛 你知道吧 说我男朋友 就是好聪明 哎 也没有了 只不过就是经常和涛哥喝酒而已 涛哥 涛哥 这怎么还老板你亲自找的 啊今天我 你给我表明他们 我就过来办个陪宴 这这房间服务挺好的 不用你费钱 人呀 我请你吃饭 到时候不要伤你啊 休息一下就 有人 好 萧先生 您大驾光临 我有失远行啊 似乎是罪啊 你 explained错人了吧 你是谁啊 萧先生 啊 是你朋友 不认识 听到了没有 萧先生说我不认识你 马上给我滚 坏了萧先生的心情 你承担了期望 包软 我张沙呀 少朋友怎么还喜喝酒 怎么 什么张三李四 每天跟我喝酒的人这么多 难道哪个人都是我朋友吗 赶紧跟我滚 走 对你不客气 正方你牛逼什么 我男朋友也是有身份的人 他这样子说哥是给你脸的 我哥的话就凭他在这里的消费 他就是你的上帝 别这么黑脸不要脸 他乱的牛逼什么 你知道你该对谁说话吗 还想当我上帝 我只听到底部的东西 你进来打我 我他打你 兄弟们 我把他拉到休息室 让一行们好好享受享受 让他让你吃 张沙你找我帮你救我 住手 好 好 您好啊 这萧天墨呢 是我女儿的男朋友 这何蓉蓉又是他表姐 他们这是第一次见面 那有点误会是难免的 您就看在萧天墨的面子上 放他们一把 我女儿 这 你跟紫宁的事啊 我准了 你准了 你跟紫宁出对象的事啊 我批准了 不过呢 我是有要求的 结婚前呢 你每个月要给死成五万块钱的领化 这结婚后呢 你挣的所有的钱 都得交给他 至于他怎么花呢 你不许过问 我今天之所以来赴约 只怕少我忘记 真美女 我还真是一点小话 你说什么 高哥不好了 王家老爷子带人闯进来了 我闯成 王老爷子老王 准备何事 跟你没关系 姓孝的 我王家 也算得上是大门大火 你不仅杀了我的儿子 还把他的人头 让人送回 你是在挑衅王家的势力吗 表现吗 但你知道我为什么杀你儿子 就算是我弟弟抢了你老婆 那是你老婆卖弄风骚物质减点 王家人犯了什么错 该受什么状况 自然由我父亲来决断 你算什么东西 就把判他死刑 你信不信 你不再把判他死刑 我还敢让你变成那种大混账的东西 你就是再厉害 你也是孤身一人 我王家隐藏的实力 不是你能想象的 是吗 那我倒想看看你王家的隐藏实力 比得上四大豪门之手请教 难道只有秦家才能让你惧胖吗 若我秦家叫上回家了 如何应对 是不是给你喝上一壶了 自己有点本事就不让自己试试 还看不上我女儿 现在好了 得罪了两大家族 我看你怎么收场 妈 你儿子丧尽天 你还有脸来心事问罪 要不 再多找几家帮忙 你还真是不见关才不落泪啊 陈王两家带着这么多人来收复 还敢嘴硬 简直就是找死 妈 你别说了 你女儿呀 你是不是别人吓死你呀 对他这种废物 你还替他说话 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啊 配不上你 我等着看陈王两家怎么弄死他 你也别不信 要自然知道 凭王家 和我成家 事 动不了你 当然了 既然我们赶来 这也是做好准备的 老大 秦老爷子也来了 秦老爷子 秦老爷子 休息 秦老爷子 你认错人了吗 小小长 上回是我辜负了你的美意 心中后悔不压 事后 我曾多次登门待访 咱都没看 这次在这里幸会 真是老天垂帘呐 秦老爷子 就是他 他不仅欺负了陈家的孩子 他杀了我的小儿子 王文远呐 杀人凶手 你说是小先生 就是他 你可得给我们俩下做主啊 肖先生 肖先生身份贤费 从不满山东 一定是你们那不争气的儿子 冒犯了肖先生 秦老爸怎么这么扣啊 我儿子 我必须通过室 你儿子是什么货色啊 难道我不知道吗 肖先生 教训他 那是他的同性 冒犯了肖先生 没有灭你前途 那你就是守不下事情了 你还要什么功劳 肖先生 你在这里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滚 这是热脑鱼子 站住 我让你走 这点 我王家 有眼不可自贪战 秦林哥 还是 杀死命了 杀死命了 杀死 杀死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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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 两份搬牌的份儿啊 你跟肖先生说就行 杀了我 最后 我们王家 为肖先生 担当做麻 再说不出 咱当我会做麻 现在我男人 咋家排在哪 咋家 没错 你小天机都还没排上 王家算了什么主事 问他 是 给我找一个 利索的数字 替我送死王伟 如果谁敢多说已久 王伟明 皇权落手 明会不怕 王的教权 这事儿我亲自去拜 叶莹 以龙帅的身份 邀请苏古林一家 以及各大人士 这次我不必装 不要守护又死 我必须要报路上 照我说说去做 爸 是我天莫 我在江都丢楼定了房间 您把妈和小汉都带来吃饭吧 郭权是想跟你们说一下 那些地方那么贵 下场 不许这么破费了 知道吗 好好 我等你们过来 天莫 这饭店高兴这么奢华 价格很应该便宜吧 哎呀 爸 这哪是不便宜啊 是超级贵 我听孙家公想说啊 他们家这家餐厅 至少是四位数其中的 四位数 那一盘素菜 有一千多 那荤菜提不过万了 咱们四个人 这一顿饭 要好几万 江城还有这么坑人的地方 爸 菜单都是密码标项 来这个饭店不只是为了吃饭 更是享受这里的顶级服务 这是不行 咱们换一家 哎 来的路上有个川菜馆 那个不错 也就万万块钱 是啊 天莫 妈知道你现在有钱 但日子 不能这么过呀 再说了 你还没娶媳妇呢 老莫 你家老太婆说的对呀 你那点情 就别特色了 留着给儿子 娶媳妇花吧 瞧他们一家穿的 还是到大排档炒俩菜 尝尝得了 曹芳 我没得罪过你吧 我姐也是为你们好 主要是怕你们一会吃完饭 再接不了仗 挨顿揍 可就闹上笑话了 别给他们啰嗦 他们也吃不起 爸 妈 难得来一次就别过手枪了 非要不我们比比不长 我女性定的可是 天空二号保险 最低消费六万六 打上你们一年的收入了吧 请问几位有预定吗 天空二号送回预定 不过声 来 您请 您 请问您是萧先生吗 天空一号 好 叫天空 刚刚我有些事情被耽误过了 没有下楼迎接你 还想萧先生输赌 没事 走 咱们进去吧 天空呀 你这是有什么大事 一定要在这里说呀 位置都几天定好啊 哥 该不会是我有嫂子了吧 臭丫头猜得这么准 对 妈妈 其实这次我找你们来就想跟你追 我明天就要结婚了 地址在三分酒店 到时候想起你们二老和小孩妹妹来参加我婚礼 天妈呀 你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 是啊 这事可开不得玩笑 虽然爸妈 也想让你早点成家 但也不得凑合呀 妈 妈 我真没开玩笑 到时候啊 你们就好看 你们那儿的媳妇可漂亮了 那我给她好好看看 到底是哪家的嫌妮姐姐 能勾搭我天目哥的婚 哎呀 妈 还是我侄女又稀又秀啊 你看 龙帅的屁里都吓到咱们苏家了 我们又稀啊 要被嫁给了龙帅 我们苏家可就被保抖了呀 是啊 又稀嫁给了龙帅 那我可就是龙帅的正娘了 以后出马 钱一赶就要我呀 你说我的朋友 这些都是谁送来的 一个月我还不知道吧 龙帅下了命令 要赢起我们又稀 看到了吗 这可是龙帅 刚刚遣任 送来的聘礼 又稀 你不是单位嫁给我我吗 难道 你嫁给我我 小天目 你脑子坏掉了吗 这样的话你都说的是好 我们用心不嫁给龙帅 难不成 他真的嫁给你这个龙帅 看到桌上那些 上帝的聘礼了吗 你拿得出来吗 谁说我脑子 你呀 一天到晚就只会吹龙 龙帅下了命令 我们又稀 一定得嫁给龙帅 你呀 赶紧我滚蛋 你在这儿 怪我们家的好事 否则我都会放 又稀 我就问你一句吧 你是想嫁给我 还是嫁给我 你刚才想 嫁给你 那是龙帅的那一年 你跟我不嫁过这个话 你怕我们都会死 你永远也会死 好 那我回来去 欢迎各位来宾 参与龙帅大人 你是游戏小姐的婚礼 由于龙帅大人是我繁忙 找我便会先来 现在 游戏我们的亲娘 游戏 看你入场呢 你怎么还对肖天墨 那个小子不提心啊 他要来早来了 这可是龙帅大人的婚礼 我亮这个小子也没胆来 他就是再有本事 他也不敢得罪龙帅大人啊 快去吧 大家都等着呢 去呀去呀 苏小姐 您是不是在等龙帅大人到了 在其他婚礼呢 哎呀 又欣 你可别犯傻啊 肖天墨那小的 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他要是敢来 我就跪在他面前 冰天这个婚礼我参加定 博妹 英美 快去拦住肖天墨 上一次就得罪龙帅一次了 这次啊 我们绝对要讨好龙帅 这么坏了我们的好事 快去拦住肖天墨这个废物 快去 小天墨 你这个废物 居然敢来龙帅大人婚礼上闹事 识笑 就给我滚 丑子 打断你的腿 就是 别逼我们在龙帅大人的婚礼上动手 今天这个婚礼我参加定了 如果你的不怕死的话 你动手啊 英美大人 赶快把他赶出去 要点水就算换了龙帅大人的好事 我 公佑龙帅大人 龙帅大人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绝对不是真的 绝对不是 龙帅 折 死 过去 你饶了我 龙帅大人 我上了年纪了 老服 你饶了我这个命 龙帅大人 公是我的错 我应该跟又欣好好相处的 都是因为王文远 他欺骗了我 您就饶了我吧 龙帅大人 我也是被王文远所骗呀 龙帅大人 我要知道您是龙帅大人 那就是借我一百个胆子 我 我也不敢得罪您呐 林佑 这些年凡是羞辱不就戏的 把他们从国赶出去 是龙帅 都给我滚 我的好女性 龙帅大人 那个之前 您是我一时糊涂 对 我们都是一时糊涂 我们 我们这些年 可是帮着把苏灵儿养大了 我 你渴了 龙帅大人不是一小人物 饶了我们 千万不要杀了我们 之前 之所以那样对你 都是因为 我们太糊涂了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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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看在你们养育游戏的份上 今天我饶过你 小天沫 你为什么要领导到现在 因为短年的事情 你过不起 我怕你接受不了我 那你 为什么现在又要告诉我 因为我不想再让你受到伤害 经过王文远那件事 我想保护好你 就必须要保护老师了 只有这样 那些试炼 对你 对我们弟铃儿 都会禁而远迟 我爱你 我想保护好你 你愿意下 我愿意 但是 你以后就不会跳舞 是啊 我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了 我会想保护好 我以后就不要 这样 我会想保护好 我一定会 我一切都在 我一切都在 我一切都在